网上有很多的家长在后台问我 说泰国的教育这一类 他们也网上看了非常多的文章 然后想问问我 因为我孩子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在这儿读了 所以就想问问我 就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那正好今天我到孩子的学校里来接孩子放学 那么我就自己想到什么 我就说点什么 关于中泰孩子教育的一个有用和没用的 这个概念 中国孩子的有用 就是你对考试有帮助的就是有用 对吗 然后在泰国这边 他很多就是说人生当中 对你整个人生是有帮助的东西 这才叫有用 这当然我比较 我个人比较赞成泰国的这一个思路 确实你就想 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 剩下的那99%怎么办 还剩下的99% 我觉得大部分还是要靠一些个人的魅力 包括人生的一些体验 包括你自己的一些能力 在这个世界上存活 对吗 当然了 我也个人也认为 你读书好肯定是个好事 只是这个读书 它适不适合每一个孩子 包括来泰国读书 它也并不是适合每一个孩子的 因为在中国有很多的孩子 他只有读书这条路 才能会有出息 对吗 我要考上一个好大学 我将来要怎么样 现在随着这个世界的发展 可以谋生的手段越来越多 不是只有读书这一条路的 如果这个孩子 他适合中国的教育 他当然在中国读下去了 干嘛不读 像我觉得我的孩子 我希望他能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我也没有指望过我的孩子 将来会变成什么世界500强 或者是变成什么国家领导人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些 我只是希望能够降低 我孩子未来的一个生活难度 能够让他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 这个是我的一个教育理念 所以也不是代表能符合 所有人的一个价值观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在学校的游泳池 这边它不光体育课的时候 会教孩子游泳 平常放学以后孩子没事 也都可以免费的来这游泳 我之前我问过我们家孩子 我说你们班里 有没有不会游泳的同学 他说没有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怎么可能 人怎么可能会不会游泳呢 也不是说希望孩子将来游泳 一定会是变成什么游泳冠军 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很多 就是一种人的本能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技能 泰国这一方面 讲的还是比较多的 另外我比较喜欢的就是 泰国的学校会有一个童子军的课 这个课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有一回我和我们家孩子去森林公园 然后我们家孩子就指着某一棵树 就说这个树你怎么样怎么样 它就会出水 你如果在丛林里面 如果遇到没有水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用这个喝水 然后还告诉我哪些果子是能吃的 哪些果子是不能吃的 当时我就挺惊讶的 因为这些我都没有教过孩子 那他就是一般都是在学校的童子军学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人生真正的是一个有用的东西 当然了 在泰国的教育有优点有缺点 就纯粹是拿那个学习来说 那肯定是不如中国的孩子 因为如果是比考试 泰国孩子肯定考不过中国孩子 但是同样的如果把一个泰国孩子和一个中国孩子 你扔到一个丛林里面 我相信一定是泰国孩子更容易生存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人生的本身的一种 该掌握的一种素质吧 泰国的孩子还特别懂礼貌 这个也不是我们家长教的 这个都是学校的老师教的 你看我跟他们打个招呼 他们一般都会回礼 所以你看就特别的有素质的这种感觉 现在中国有很多的教育和我的理解不一样 我们小时候不是这样的 我们小时候觉得我到学校去学习 就是学校老师教的 现在好多的学校 把这个任务全甩给家长 甚至家长要付出80%的事情来教育这个孩子 那我把孩子送学校去干嘛 对吗 我送到学校 我就让他到学校里来学习的 结果好了 你学校只管学生的考试 他别的什么都不管 那么什么都要家长来教 那我把你学孩子送到学校去干嘛 是吗 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泰国式的这个教育 当然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长比较轻松 我把孩子送到这儿来 其实我的很大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自己很轻松 因为我也知道我们家孩子 也并不是说是最优秀的 非常优秀的 而且应该是属于比较调皮的 那我每次来学校接孩子的时候 老师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这一些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基本上都是一些赞扬的 就有一次我来开家长会吧 就我们家孩子旁边临坐的那个孩子 英语成绩真的已经是差到 就不忍直视了 是这样 那我当时就在想 因为他们的老师是足个孩子和你的家长来聊的嘛 然后我就在想 这个英语老师和那个孩子的家长会去说些什么 然后我就在那看 那后来那个老师下来了 然后就跟那个家长说 因为他前面所有的孩子都是表扬嘛 在我们家这儿也是 孩子很好啊 英语怎么样怎么样啊 他非常非常的优秀啊 怎么样 然后到旁边那桌去了 然后看了他家长 然后看看那个作业 然后就说 我觉得呀 你的孩子可能不太喜欢 对我这门课不太喜欢 不太感兴趣 我们要加强一些 他对这门课的一个兴趣 他是这样说的 他甚至都没有说 你该把给孩子拿去补课啊 什么 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 所以从这一方面我也觉得他们是挺随和的 所以造成他们这边的孩子都特别自信 就包括我最近都上网课嘛 我就看老师在上网课的时候 基本上一个问题 所有的孩子都是抢着回答 不像我小时候 老师要提问了 我最好他不要看到我 我偷偷地躲在那儿 最好他别看我 连目光都不敢去和老师对视 就学校的很多像什么演讲啊 像包括英文的那些舞台剧啊 什么都是孩子自己去报名的 就包括我们家孩子也是 去报名舞台剧已经满了 然后一定跟老师说我一定想演啊 然后老师让他演了一棵树 他回来就很高兴 很有参与感 就是基本上是那么一个状况 比如说学钢琴 学钢琴你说他飞得像朗朗一样 那怎么可能 对吗 全世界只有一个朗朗 我的目的就是说 他掌握了这个东西 起码他快乐的时候也可以弹一弹 他不高兴的时候也可以弹一弹 那多多一些人生的乐趣嘛 对吗 一些抒发的一些东西 那包括什么学吉他呀 包括学乱七八糟的一切 我觉得其实无非就是多他 多一点那个兴趣爱好 让他人生能够更宽一点 干嘛啥玩意儿都要给他 有一个功利心呢 对吗 我学这个东西 我非得为了一个什么目的 将来他能够靠这个考试加分啊 什么 其实我一点都不考虑这些问题 我觉得 人活着嘛 短短那么几十年 对不对 就把自己活得精彩一点就可以了 很多东西就是期望越大 你失望越大 你把所有的这个期望 都压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万一你失败了 这我觉得 这个是要拿付出一生的 这个不快乐是为代价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想开点啊 我觉得可以想开点 总结一下 我个人觉得 就如果你的孩子 读书是他唯一的出入 那你千万不要把孩子送出来 好好的在国内接受教育 如果有的家长和我一样 我想自己轻松一点 然后呢 我将来的孩子 我也希望他能够活得快乐一点 整个读书的过程 也不是非常的痛苦 那我觉得你可以把孩子送出来 因为我也不指望 我的孩子将来来养活我 我指望我的孩子 将来能够幸福 能够快乐 能够从事一份 他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家长 可以考虑一下 把孩子送出来 起码你自己也解放了 也轻松了 好 那今天就先到这儿 我是肖恩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记得点击关注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 海外旅居生活点滴 以及旅途中的干货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